碰上泰国语记搜救人员 孔花数月才能救出严洞13人 泰国北部青莱浮美赛线12名足球队少年级教练 在泰北山区考龙学 Tom O'Wang 中辱石洞失踪9天后 2日终于被潜水搜救人员发现 13人全都活住 但根据英国卫报报道 协助本次救援行动的英国洞穴救援委员会 British Cave Rescue Council 潜水员表示 时逢泰国语记 中辱石洞内水位下降的时间很短 再加上13人所在位置空间狭小 救援条件非常严峻 潜水员初步估计 可能要花废数周至数月时间 才能将13人全数救出炎洞 受困的13人表示 他们状况尚可 但感到很饥饿 搜救人员已经递送能量棒等食物进入洞穴 也派医疗人员潜水进入炎洞 确认他们安全及健康状况 受困的13人全都不会游泳或潜水 救援人员表示 他们可能要花几个月等到雨季过后 沿洞内水位下降 才能将少年及教练救出 或者教导这13人如何潜水自行游出洞穴 英国洞穴救援委员会副主席 怀特豪斯 表示 受困男孩及教练位置 约在钟乳石洞内2公里处 深度则在地面下800公尺至1公里 怀特豪斯警告潜水条件十分困难 这12名足球队少年年龄 约11岁至16岁间 都是足球队队员 他们6月23日上午参加训练后 下午骑驻脚踏车和25岁教练 到青莱府美赛线的考龙学严洞内 就此失去音讯 这个严洞长10.3公里 是泰国第四大洞穴 洞内有许多插路 的事崎岖不平